大家好,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在剑桥相遇 这个Soulston的老德圣母图 我知道你们每个月都在这里 康神父在这里帮你们做中文的尼莎 这个是天主的很大的恩赐 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同声同气的地方 可以凝聚到一个守望相助 彼此是扶持的机会 来到异地真的不是很容易 有时都会觉得好像年根拔锤那样 有些是最近这一两年来 有些可能久一点 有些很久 我自身都是耐耐地去了加拿大 我86年13岁那时候很小 跟父母和家人在午后 去了多伦多 不是英国 加拿大 加拿大多伦多 都明白到很多的迷茫 或者好像不知怎样 每件事都好像要重新再来 需要很大的毅力 还有要重新再去想象过 究竟我的生活是哪些是重要的 哪些是要坚持 哪些要放手 哪些要重新学过 这是不容易的事 今天的福音都挺好的 帮助我们 明白到有时好像现状不见到 有什么启示 但是耶稣说不要灰心 这个穷寡妇和不义判官 耶稣用的比喻都很有趣 让我们看到有份的灰心微笑 但是又让我们看到 那就是要求多久呢 这个寡妇要求不义判官多久呢 就是这样 就是虽然耶稣说 你看看他这样 他都因为怕这个寡妇去烦他 所以最后呢 都苦听他 那何况我们天上的大苦呢 那这样的对比呢 有时都是帮助我们 有时我们处于我们自身 看着我们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天主是 好像真的一个 不是很理我们的判官 不是很理我们的判官 耶稣也提醒我们 不是这样的 天上的父亲 是我们很爱惜我们的阿爸父 当然我们的反驳就是 这个人是这么爱惜我 为什么不保护我 或者不需要这样 很多事情我觉得 如果有天主 怎会有这么多问题 我们很容易会这样 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是 此刻可以明白 不是可以此刻可以明白 然后是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 问天主背后的什么信息 反而耶稣转过来 就说如果是阿爸父的话 我们将基本的信靠 相信这个是掌管一切 有计划 我们所发生的事情 其实是没有令他诧异的 没有令到他手足无措的 而是他看到已经准备了 在当中带出最好的东西 反而我们就会问 我经历不舒适的事情 经历和我想象计划不同的事情 或者面对生活上 不知道如何前进 可能是经济上的担心 可能是关系上的破裂 可能是新环境当中的挑战 或者语言文化之中的不通 种种的困扰当中 有时都会令自己回想 我自己在经历这些 看到其他人经历转变 自身的眼疾 多次的退步的时候 我误出几件事想和大家分享 第一件事就是最终要问一下 有一个很担心很紧张的事情 是否真的这么紧张 之前和Elizabeth 今次我们录音和聊天的时候 都有说到 有时我们突然以为可以捉住的 都没有了 我们的支柱没有了的时候 反而会回来问我 是否这件事是这么重要呢 原来我们有时捉住 或者依靠住很多东西 其实最终不是这么重要 依靠住一笔钱 原来那笔钱没了 又可以的 又不用死 又有另一个方法可以维持住 或者这一刻我不知道 找不到 我搬不到进去 但我又不能住 又好像可以的 或者是习惯了一些某些方便 来到这里 买中国东西都不好吃的 或者之类之类 我不知道 最初去加拿大那时候 是一间地方有点心吃的 还要不好吃的 那怎么办 已经习惯了香港 去完尼撒就有点心吃的 喝茶的 去完尼撒 变了吃一些不好吃的点心 就变了好像很不惯 很惨 在这里 那是不是真的那么惨 没什么心吃 没什么心吃 就回家包饺子 那时候就 学会了一家人包饺子 有多好玩 有时就发觉 为什么我这么紧张这件事呢 或者 为什么我不更加 越乐于今天 仍然有天主在我心里面 或者仍然有彼此一家人 或者这边几个家人或者朋友 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友谊 可以找到一起祈祷的人 可以有一个反省 反省就是我依靠什么 这是第一个 当中可以回答很多东西 就是当我们发觉 原来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还有天主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还有一家人 或者几个信 一起都是教友的 可以一起去祈祷 原来有时 当我们真的没有的时候 才发觉 原来我们其实 一直都是有需要 窮寡妇 就另外带出 另外一个 我们灵修上 有时候 我们忘记了的东西 我们香港人 其实很多都很富裕 我这么说 有些人就说 不是 神父你 不是 香港人不是 每个人都很富裕 我们其他国家 有很多人在贫穷线以下 我们相比来说 其实香港人出得来的 不错 我们不错 有一个基本的舒适 有一个基本的舒适 有时候我们很懂得 去依靠一些 自己剃造的一些东西 会发觉 我是ok的 忘记了原来我们在核心 最深处我们人的身份 我们的身份 就是完全依靠天主 当我们控制不了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失控了 我们控制不了事情的时候 就发疯了 又有人骂 又埋怨 要是很害怕 要是很生气 或者要是很沮丧 三种很极端的情绪 就会掌控了我们 但是反省当中 往往就是当我们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教友能够走在一起 一个团体能够走在一起 去真的聆听 去经历彼此扶持 就会知道原来我是需要团体 我是需要天主 教会真实的面孔 不是神父主教颁布 我来祈祷给奉献 三月离了 而是真的大家互相捕捉 互相欣赏 互相看到对方 我可以祝福他的地方 我慷慨地去施语 自己有需要的时候 我谦慎地去提出 那种互相自愿、甘愿去扶持的流动 爱的流动 就是在这个世界 经历天堂的地方 在这个世界 经历天堂的地方 就是能够看到爱的可能 而去实践 这是我第二个经历度 原来有时候遇到疫境 就会有机会拆动这些 如果我很腐足的时候 没有机会看到的东西 第三个就是 有如寡妇那种心情 就是要不断地求更好的东西 但不是更好的我想要的东西 而是更好的天主想要的东西 神父我们来到异地 我们的屋都没办法 或者种种其他东西都没办法 但就是这样 有时候就是 当我们什么都不肯定的时候 原来天主是最肯定的 圣号施定在他的 confession 里面 他说 我们人以为自己知道自己要多 我们认识自己 认识多过天主 但我们所认识自己 是很不肯定的事情 他说我今天都不能够知道 我下一刻会不会犯罪 我知道自己好像很多 但是我不能够肯定 我下一刻会不会犯罪 但是我知道天主很少 但是我所知道的 我知道他是信实的 他是不变的 他所许乐的慈悲怜悯 他的爱情是不会改的 所以有时候变幻之中 我们有个可能 就是邀请我们去看得更深一点 所以有些人 内不久要去朝圣 内不久要去不同地方去经历 要去不同的文化当中去体会 要去朝圣的每一个欣赏的圣人 去看到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 而这个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一个知识得了 这样就算了 而是发觉人生是有一个很深层的意义在 是不断地可以更加清晰更加敏睿的 圣星就是这样的 今天如果是星期六的话 我们今天十月十五号 其实是慶祝这个大德兰 大德兰就是经历到这件事 经历到他的生命里面的最深层的意义 为他来说 就是与主完全的结合 这个叫Naptual Union 有如男女相爱结为一体 但与天主是灵性上结为一体 更深一层 天堂上的结合 在现世那里发生 为了这件事 他说这件事 天主是一个礼物送给所有的人 我们应该每个人都去参与这条路 要跑过去 但是他就很诧异 就是自己和其他人很抗拒这件事 我们会追求很多人生的满足 我们的喜乐 我们的享受 我们的食物 我们的舒适 我们的被人景仰 我们的种种玩的东西 享受的东西 而甚至会愿意放弃 去追随天主要我们行善的东西 慷慨的东西 不是这样的 这不是最深层的意义 人生最喜乐的 我们都知道 当我们在什么都没有当中 感受到爱的时候 感受到欢恕的时候 感受到慷慨的时候 感受到关怀的时候 我们发觉很大的释放 但我们得罪之后 有时不深层反应 我要去剃造更多这件事 这个就是天国 我要剃造更多这件事 那我怎么去做呢? 要不断地求 大德兰就是说 我们要有这个determination determination 不知道中文怎么译 很决意 要断定了 要捉住这件事 去追寻 去坚定地奔往这件事 每天要求的 不是说我决志了 那就是没有了 不是的 就是每天很刻意地 去说天主 我渴求你的旨意 因为你爱的工作 你爱的祝福 你爱的宽恕 是比任何事都更重要的 我想你带动我生命的核心 去追寻这件事 这个就是我们人的伟大 人的伟大就是 我们在任何世上的环境当中 都可以选择去爱 被爱 去宽恕 去赴予祝福 去祈求人心的转化 去向天国的祝福打开 我们很多时候会说 大陆的情况 香港的情况 甚至西方国家的道德量亡的情况 我们很容易感慨 哪有可能会改变 这个贫富悬殊 或者这个乌克兰战争 我们会想这件事 但是耶稣放下了一件事 去爱 去教导 去施洗 去令人心转化 只有一个途径 我渴望去追寻这件事 是会真正改变这个大地 其实所有的制度 所有的立法 都是次要的 因为只有人的心 愿意去被爱 改变 我们不断的见证 去追寻 去祝福更多的人 去接受主耶稣 正有真正的世界的改变 人的改变 更多的弟兄姊妹 去得到贞福 我们今时今刻 所以在我们所在之处 我愿不愿意去再一次做这件事 今天跟大家做尼撒 尼撒结束了 也想跟大家做一些祈祷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不过今天 结束了尼撒 不是马上结束了 结束了尼撒的时候 我们会请圣体出来 我们会有一个朝拜圣体的时间 当中想跟大家再探讨一些事情 特意想今天这个时间 去祈求天主耶稣 去进入我们内心里面 我们可能有肉体上的病困 可能有经济上的压力 可能有关系上的破碎 可能在成性的路上 走向主耶稣的路上 有些少少的我们的不愿意 或者破碎了不愿意去改过的地方 很多都是我们的捆绑 这方面主耶稣是想辅助我们 他想治愈我们 他想和我们同行 去重新一份自由 所以想透过这个朝拜圣体的时间 跟大家去渴求一份的治愈 一份的力量 一份的释放 一份的心的自由 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信靠 和聆听到主耶稣的指引 在这个祈祷当中 到最后在聋众降伏里面 会有机会去领受主耶稣 借作圣体的治愈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在祈祷的时间领受 我们现在就继续彌撒 圆天主去保守我们 辅助我们在此刻再一次更生 主耶稣我们想生命里面 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想祢去带领 祢去指引 祢是做我们心中的王 做我们的主 我们的救主 我们深信 我们坚信 祢与我们同行 知道我们的一切 我们也信靠祢 阿们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